战机一架接一架在跑道上准备起飞 美国和菲律宾要展开围棋两周的雷霆对抗演习 这场军演时隔33年再度回到菲律宾举行 毕竟作为第一岛链的一环 美菲两国军演保持合作默契非常重要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持续加强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部署 尤其是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 盟友的军事合作包含日本 韩国 台湾 借此围堵崛起了中国 美国海军战监学院接受BBC专访指出 现在的部署跟冷战初期的态势颇为类似 而且抱持这样想法的不只有他一人 山东号穿越第一岛链 让岛链上的各国不敢大意 日本5月9号跟法国举行外长及防长视讯会议 两国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强调台海和平安定的重要性 太平洋另一端美英外长在华府会谈 联合声明同样表示 台海议题关乎所有世人 同样是岛链议员 而且跟美英有密切合作关系的澳洲政府 在最新编列的预算中提出未来五年投入台币399亿元 改善与太平洋岛国间的关系和提升国防能力 第一岛链各国透过军事行动外交手段 联手遏止中国嚣张势力 都是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